好 大家好 欢迎收听《望向快步》 今天录节目的日子是2020年7月15日 这里有我是新西兰的义德台影 还有社长Raymond Wong 喂 大家好 马来西亚的马来近 各位网友好 大家好 节目开始之前 先让点赞 让点赞 和分享给朋友们 最重要是订阅我们的频道和按一下旁边的小铃铛 有新节目通知你 继续将齐抗疫 拼经济和泛滥炒的信息传扬开去 今节就说回一些比较 可能有些人没那么喜欢听的经济的话题 但是这个一定要讲的就是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全球疫情还是如火如荼 很多地方有爆发第二波 甚至乎是第三波 在经济上大家都知道了 很多地方很多经济都开始下滑 还有很多人失业 但是有个地方就特别不同了 那是什么呢 原来是过去那段日子 就是在疫情那段日子底下 外国的投资者 大量的买入中国的主权债券 主要都是避开这个外国 现在外国的风险 哇 现在猜不到 猜不到在这个疫情竟然是有这样的好处 变得受欢迎 中国的债券 是吧 居一个外国的数据公司 公司的名字叫 亚尔亚 斯尔亚数据公司 那这间公司是专门的 做一些数据分析 经济分析 还有是 还有是一些宏观和微观的经济数据的预测的 那这间公司就出了一个报告 就是在第二季度的外资流入人民币计价的 中国国债速度是2018年内最快的 当贵外资流入规模也超过4.3兆人民币 哇 是有6以来最高的水平 而且随着中国政府降低这个买卖国债的难度 以及将类似的债券在2019年开始 纳入了一些关键的债券指数之后 近来中国国债的外资持有比例一直上升 即是说越来越多外国人买 被动债券基金 试图将这种投资组合与债券指数构成一对 主动投资者则认为 中国的债券市场相对较高的收益和稳定性 所以才这么有吸引力 想不到啊 因和得福了 好好卖债券 另外也根据税银资产管理的投资策略部主管 这位叫布朗先生的表示 他们确实是一种既能提供防御性 又能带给你收益的资产的 另外他也说到 如果情况变得越来越差的话 全球经济增长令人失望 贸易紧张的局势恶化 和疫情持续恶化的话 中国主权债券的反应将会是收益率也下降的 虽然收益下降 但是比起其他国家仍然都是较具吸引力的 当然啦 我自己都一直 这个中国大好友都说了 其实 中国是有资金流入的压力的嘛 一直都 不是流出了 不是流出了 一定有流入的压力 其实我们之前都说过了 不过有些人不信而已 现在有其他新闻就证实了 其实 我们几个月前都说这一件事的了 钱流入中国的速度 是很快的嘛 而内地批是批得慢了嘛 年初的时候的事来的了 已经是我们说的那个了 嗯 是啊 不过就是 现在你看到 现在这样的形势 其实 是中国控制到疫情 和市面回复到正常的嘛 其他地方 一想回复正常就 疫情又爆了 基本上是这样的 而且内地的做法就是 那个官是要扶全责的嘛 之前北京那个新法地呢 嗯 他那个主市那个官是 马上被人抄了 就是你一爆就 马上被人抄了 就是你没有做好抗疫的工作 就马上被人抄了 那其实是好事来的 就是证明了一个 就是 社会是以抗疫为优先 以人命为优先 那一个以人命为优先的社会 其实就是有希望的社会 如果你好像英美那样 他不是以人命为优先的 那社会之后没有什么希望的 其实 当然啦 有些人就不是这么看啦 就是你看看香港的情况 就是有很多人 BNO可以转五年 我也去了这样 就是其实我认识很多人都说 哎呀我没有BNO的 快点申请回过先 嗯 其实有很多人是真的去了申请BNO的 不是开玩笑的 就是有外国籍的呢 要看一下什么籍啦 就是 比如有些拿雅老雅图护照的人呢 有的吗 有啊 那时候有陈启泰卖广告的嘛 ok 我记得有些人是拿雅老雅图护照的 那他就说 哎呀弄个BNO先 跟着再去英国搞个英籍也好啊 因为有些人其实已经上岸了嘛 他其实就在哪里住都可以的啦 那他觉得是一个很便宜 可以入英国籍的方法 因为以前有些人不肯做去移民英国那些 第一懒 第二就是很贵喔 就是如果你申请移民的话 其实一点都不便宜 现在他这个做法就很便宜的 你住五年 接着就有得再转BC 即是六年搞定 那其实是对很多人来说是一条出路来的 尤其是之前不舍得拿钱出来移民的人 做这件事 其实有很多人会做的 因为他觉得 喂 反正未来六年经济都不太好了 即是有些人是这样看的 他觉得 早点移民 不 他去英国隐居而已 他们那些人的想法是 哦 不用搵石OK的 不用搵石 那他隐居而已 那当然有些人说你隐居 那其实隐居就很危险啦 有时可能会被人爆价那些 那 就是会的 这个是真的 但是有些人是这样的选择 你没理由 你没理由挡住他 是吧 他很坚定地去做这件事 做这些事情 可以说是逆世界潮流 人家每个人摆钱去中国 你这帮香港人呢 一走去外国 哈哈哈 这些就叫做 身在福中不知福 就是有些人 没有办法 这个是 而且他始终都是一个距离 令到 你看些东西看得美好一些 就是你远望 永远都是 远望一个女性 永远都是美女 是 走近一点 哎呀 就是 其实他们现在看到 英国美国那些 他觉得远望 就是他不了解 那个社会 远望就很漂亮 那就是当然 也有些人说我们的 那其实我也有些 有个朋友都这么说 你大陆那些 你不懂的了 你站那么远 你怎么知道内地好 还是不好 就是这么说 其实就是距离 会令到地方变漂亮 都不是没有道理的 都不是没有道理的 都有道理的 那我们都是看回实际的数据 那现在这样 有大量的热钱 涌入中国的话 那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其实 会不会是 就是对中国的金融系统 构成一定的压力呢 还是说 那些钱会擠到哪里呢 以后 或者当外面的环境 好的时候 那会有很多钱流出的了 那时候又会不会 造成另一些问题呢 那不用担心那么多的 那只要中国 就是永远都好过外面 那些钱就不会走出去 其实就是这样 那你中国要好 其实不难的 我自己觉得就 那不过当然啦 就是有些人就 觉得我们讲得不够正面 那我觉得我已经讲到 是很多香港人 非常之不合听的了 如果你也觉得 这样不够的话 那没办法了 其实 你自己不合听 就不要搞到其他人 就是不要影响其他人 知道吗 就是那位特别的网友 是 就是你自己不合听 就不要在这周围说 然后就说 哎呀你们走遍了 你们滑波了 什么什么什么 他批评的问题 他是没有讲出究竟 有些什么错 出现 错处在哪里呢 他又没有讲到 就是只是一口罵 这些是没有意思的批评 是啊 是啊 不过我没什么所谓 你就继续罵 我当你化疯而已 那 不过我讲到这里 也就是要讲一下 因为 其实有很多网友都投诉过 其实有其他网友投诉过 就说 你说到内地这么正面 那 好像不当对 这个事实是省于鸿变的 因为我手上是 现在有个报道 也有数字的 比如说 中国基准十年期的国债 目前收益率是3.118 美国是多少 0.597 日本 0.023 德国是-0.515 不过你可以 你可以 3.8不是很多 你可以另外一个方向看的 台阳 其实有些人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就是这样跟我讲 就是说 其实有一件事叫做利大本无归 就是你这样讲 只是说收益率 就没意思的 你这样利大的话 分分钟连本都收不回 他们其实是这样讲的 那些人 但是 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是可能性很低 就是你中国 会崩围的机会 是远比其他地方崩围的机会 低很多 现在是 当然了 就是外贸会有困难 会有隐忧的 还有其他 但是 我实际上都讲的 我们现在看看 是做得OK的 大部分的事情都 就是它的市面是回复正常 就是西方的地方 其实市面回复正常的地方 真的不多 不多 不多 是的 好像 好像 曾比斯住那里 澳洲 它又变回叉 你就击死了 很多人都已经 叫做回复正常的生活 有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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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良出 但是突然间又说要封城 那就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节奏 打乱了不止 还有很多生活的压力 比如好像 开工开不足 收入减少 交不到租 这些压力是 由于 这次是第二次的封城的关系 这种压力是比上一次更加大的肯定 还有人经历过 会是怎样的 其实可能是几个星期没收入 几个星期没收入 其实是挺严重的一件事 是一个精神压力 是啊 你打一份工的话 都要减薪 我自己的朋友也减薪 还有些就要停身留职 其实很多这样的情况 其实大家都是熬的 熬不熬得过 今年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尤其是在机场 航空业做的人 其实真的很痛苦 去油业 酒店业 是很痛苦 整件事根本就不是 那些人说到这么简单 那些人说到就是 哎呀 没问题的 很容易解决的 这些事情 没钱找啊 全部收拾它 有些人真的会落井下石 是啊 但是现实就不是这样 所以 我自己有时觉得很不开心的 一件事就是 我们已经尽量 说回事实 尽量还原现实给大家听 都是有这么多人满意的 那怎么说呢 你不想听现实 不要紧了 你可以不听 我自己觉得你不听 都不是一个这么大的问题 你可以不听 这个不是一个 这个不是一个这么严重的问题 有些人不听都可以的 但是 意图用一些影响力去影响其他人都不听 那有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样做 那有些理据才可以的 这样讲话 尽量还原个事实给大家听 都不对 那不要紧了 讲到这里 那就回去 讲回 现在为什么资金会大量流入内地 那 其实有几样东西的 就是 大家看到那个19做得好 这个是第一样的 就是钱是聪明的 其实就是 资金不是笨的 那还有一个原因的 其实 中资公司 资金不是笨 资金不是笨 其实有几样东西的 其实大家的资金都是回笨的了 其实 美国呢 都有很多资金进去的 不只是中国有很多 就是 中美之间呢 不是很信任的 我不信任程度 到了巅峰 可以说是 有些人会开始压住 究竟我摆哪一面好呢 有些就摆中国 有些就摆美国 有些人就 就是摆平手 是不是 是啊 就是你建交以来 就是这个就是 最僵的时候 就是我现在认为 暂时就是 暂时是最僵的时候 那 他们有一部分 美资公司 他们一定会把那些钱 可以拿走的 都拿回美国的 有一部分 那有一部分的中资公司 也都有同样的感觉 就是你在中国那些 Sorry 不是在中国 你在外国那些投资 你在美国那些投资 在美国那些投资 到了这个时间 可能 那些钱要拿回去 就是拿回去 就是拿回去 中国 还有有些公司 喜欢就是做对冲 两边都压一些 就是不要亏得那么惨 比如好像有一家 有一家瑞士私人银行 叫做龙澳集团 它就是在7月份 增持了很多的中国国债 以前它投资中国 就当是一个新兴市场的一部分 就是一个投资 就是在一边 但是呢 这家银行就在7月份就开始了 另外 另外为中国的债券 就设立另一个新的投资 一个独立的类别 而且还放了十几亿美元 到中国那里 佔他们整间公司的比重 整间银行的比重 大约3%左右 虽然还有很多 但是它放多了很多日比以前 而配置收益最高的债券 就是在房地产方面的 另外这位龙澳首席投资顾问 莫尼尔也都说到 他就很老实的 他说我不太确定中国定性为新兴市场是否正确的做法 但是就国际化行而言 我们将中国视为避风港 就是放些钱过去 爬到一边 避一下风头 这样来玩 这样来操作 另外 大家看到印度和俄罗斯 这两个也算是新兴经济体 他们的债券市场 在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 遭到恐慌性的抛售 这些经济体 是非常依赖外国资金流入 去支撑他们的金融体系 出现这麽不同的结果 比起中国 中国也是最早爆发 最早爆发 用了很多努力去控制疫情 接着得到的回报就是很多资金流入 刚才你社长也说到 钱也是聪明的 虽然社会现在世界局势 都是处于一个分论的状态 但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 所谓的冲突 都是不停的爆发之中 但是钱是 都算是挺客观的 就是你看钱流去哪里 你就知道究竟哪一饭 值得买得过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钱的问题就是 你哪里有利可逃 或者安全 安全 安全的地方 其实就是这两样的 信心 有没有信心 是啊 有没有信心 其实我们都说过了 中国肯定是 未来 这几十年肯定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 除非有些突发事件 比如中国不稳定啊 又或者有些 就是更加 就是比新冠更加巨大的天灾 或者人祸出现 或者打仗 或者打仗 打仗就更加麻烦 那我相信就不会的 除非就有些东西忍不了 就是被一些极左的人 就是拿了旗 如果你被极左的人拿了权的话 是中国拿了权的话 那就危险了 就是这一样东西就是一个风险来的 就是邓小平先生说得没错的 就是要防右 但是更加要防左嘛 这句话意思就是 保持大家站在中立的路线上 就是中间的路线 中庸温和 总之就是谋求发展的路线上 如果你可以继续做得到这一条路的话 就没事的 但是你看到现在有些 其实有些危险的 有些刹鞋子他们的操作 其实就是为了谋取一些短线的利益 还要是为自己谋利益 不是为国家着想 那些刹鞋子他拿那些理论出来 就其实会种下很多祸根的 就是有些理论 就是我自己认为 尤其是太过强调那个民族主义 或者那个民族优越性 就是说中国文化的优越性 就是说中国文化的优越性 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就是 卖弄民族主义这一点 是可以和玩火一样的 那我自己觉得 其实就是没有经历过清门文初的教训 就是推倒本清的时候 其实就是大家都意识到 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有问题的地方 有很多就是未尽人意的地方 那其实百多年前都是 向西方学习 很多东西都 就算现在说那套马列主义 都是西方东西 是 大家都要认清楚一件事 不是说自己有几千年历史就是 这个世界 不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有些人开始推翻这一套东西 其实我是很担心的 还有就是我不是说文化贵宝那些东西不好 但是有些东西就我自己觉得 就是我自己个人觉得是要回归回去一个 就是不要忘记了一个初心是什么 为什么要推倒本清啊 为什么要推翻这个中华民国啊 要扔他们去台湾啊 其实这些东西是要想一想 究竟为什么会做了这些东西出来 就不要忘记了那个初心 其实是为了救国的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现在有些人是忘记了这些东西 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就是 没办法啦 就是如果你越来越多人 不记得了这些东西的话 那你之后国家走的路就困难很多了 会很容易骄傲自大 走回上或者是充满着民族主义的那条老路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非常之 社会的发展就会向一个坏的方向发展 我就希望中美之间呢 就不要再那么多冲突 都是埋位赚钱都好 现在美国那个看法不是这样的 美国那个看法就是觉得 有冲突才赚到钱 有冲突才赚到钱 有一部分人 就是美国才是这样想的 就是有些人都是靠侵略找食的 就是这个香港也好 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都是要靠冲突去令到 他们卖的那一套东西有人买 那我们说这套东西呢 就是以和为贵 方方面大家买位赚钱 其实就不受欢迎的 最闷的 因为正常人始终都是 就是的愿望很卑微 愿望很卑微的 其实正常人就 但是没办法啦 有些人是要夹死正常人 其实美国 美国已经是一个例子 就是美国现在那些 就是社会上面那些矛盾冲突 其实就是两边极端思想的人 都要夹死瀑布通通的正常人 其实就是这样的 其实美国自己都是 都是这样的情况 又要夹死正常人 那这一件事 很不幸就惹到香港了 有一部分人就很想 社会继续乱下去了 那他们可以做代言人 或者代理人那些 那对社会不好的 没办法 不过就是这样 大家先捱过去吧 是这样 好 拜拜 拜拜